与生结嫌闪婚又闪离的消息,仅待不少吃瓜群众。 近日,日媒报与生结嫌离婚背后另有秘密,引热议。 据日媒称,与生结嫌并非为了保护妻子而离婚, 真正的原因是年上妻子无法融入她的家族, 以及妈宝男属性显露。 据悉,与生结嫌先前让父母、姐姐陆续成为了自己事务所的董事, 但并没有让妻子莫言麻玉子成为事务所的管理层。 而且,婚后与生结嫌的妈妈也一直跟在身边照顾, 导致新婚夫妻完全没有二人世界, 莫言麻玉子无法忍受后选择离婚。 对此,有网友表示并不意外, 与生结嫌妈宝男属性一直明显, 纪录片等都有提,全家都以她为中心。 此外,还有爆料称与生结嫌无法扮演有尊严的家主, 前妻和婆婆的关系相对紧张。 婚后不久,妻子就重新租房设立了工作据点, 两人处于分居状态, 日媒采访了与生结嫌80多岁的